《长相思二》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开播了 第二季变成二十三集 节奏飞快 剧情也跌宕起伏 非常精彩 枪旋取一妃一后 枪旋为储君时 决意迁都 为了避免兵戈 枪旋先是决定取商杨氏为妃 他跟爷爷表明心意后 没有担心心跃于自己的阿念误会 而是单独和自己的心上人小妖解释自己那妃的无奈 随着枪旋势力的大增 陈荣氏正式与枪旋联盟 枪旋也不得已要娶陈荣新月为王后 在原著李飞后之位还有个小插曲 原本陈荣新月就喜欢枪旋 对于后来结盟嫁人 陈荣新月是很开心的 可后来枪旋官场受挫 陈荣新月说自己以后一定要做王后 容不得一点插持 所以他竟然毁约 先让其他人嫁给他 当时 陈荣新月哥哥就劝他说 他看好枪旋 如果在他遇难时 你还嫁给他 那么以后你的地位肯定是不一样的 可是陈荣新月还是放弃了雪中宋 参加成为他第一个媳妇的机会 阿念痛哭 后来被外爷劝好 原来他是要做平妻的 阿念贵为浩陵王姬 他的身份自然与宇宙不同 知道枪旋纳飞 他虽然失望 但也能理解他的难处 可后来他又娶妻 这可是明媒正娶的嫂嫂 阿念不想留在这里继续难看 他选择回到浩陵去 他不能给国家丢人 可阿念竟然能笑嘻嘻 让小妖很是吃惊 原来世外爷早有安排 枪旋注定要统一四界 他决定用自己的国家 换阿念一个平妻之位 枪旋为了和平拿下号令 肯定能够答应他的要求 那时 枪旋虽然只有几个月能来号令 可是当他在号令时 便只有阿念一个女人 所以这对天真的阿念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用虚与威仪 自己爱的人还能每年都单独陪着自己 小妖放下一切 继续做回了闻小六 小妖 看着枪旋为帝王之后的变化 看着她娶了一个个的姑娘 甚至最后她还想让她嫁给吃水风龙 她觉得枪旋变了 曾经的夜时期也摇身移变成了涂山景 她还有自己的未婚妻防风意应 唯一给自己惊喜的是防风贝 那个跟向柳长得很像的人 她陪着她吃喝玩乐 很开心 可是她却在一次次的接触中发现 她就是向柳 而且是致承手下神农共工的军师 向柳和枪旋注定有一仗要打 灰心丧心的小妖决定离开复杂的事实 回到那个曾经的世外桃源 做自己的闻小六 可是枪旋每天都来信催她回陈荣山 阿妖又总会怕她 更何况天高皇帝远 她只求自己自在 可她没想到的是枪旋竟然亲自来接自己 她是不是只能选择跟她走呢 世事无常 谁能想到此时的彼此以后会来一场生死绝别呢 小妖因为桃花 选择了屠山井 枪旋却杀了她 不忍心看小妖自上的枪旋承认了自己罪责 小妖要与她共同赴死 最终却选择了自己服毒 如果知道会闹得这么惨烈 枪旋会不会选择让小妖就一直无忧无虑的 做着她的闻小六呢 枪旋永远都是表面平静 内心极度撕裂 她已经知道小妖不是姑姑和昊凌王的女儿 而是杀人魔头赤臣的女儿 赤臣仇家众多 枪旋要护小妖一世周全 就要成为比爷爷更强大的国君 只要能带来足够多利益的侵蚀 枪旋都会取 她要站上最高处 就是为了更好的守护小妖 枪旋一个人在凤凰林 推着空空的鞦韆架 让人心碎 可是小妖想找的是相伴一生的一心人 不能有家事 不能与哥哥枪旋为敌 枪旋和别的女人大婚的一刻起 就是去了求取小妖的资格 枪旋对小妖的爱 隔着王权和整个后宫 小妖和向柳互相试探 小妖真实身份被揭开 向柳一出场就和小妖 在赌场摇投资比大小 赌真心话 和向柳一起玩 是小妖难得的快乐时光 第一局 向柳赢了 她问小妖 你 喜欢的人是谁 小妖回答得很极致 是想要能相伴一生的人 向柳继续追问 你最想与谁相伴一生 小妖没有回答 第二局 小妖赢了 问向柳 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 还会选择现在这条路吗 向柳回答 嗨 因为在这条路上 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向柳说的这个人是小妖 小妖误以为这个人是向柳的 依附红江 小妖陪向柳吃过饭 两人走到桥上 小妖猝不及防地问向柳 那你觉得 如果我不嫁给吃水风楼 应该嫁给谁 向柳失措 转瞬间又露出了 浪荡子的笑容 回答道 你问我 我问谁 小妖确定向柳 只是陪她走一段路的玩伴 终究不是一路同行的人 第二季中 在读比黎绒老人 最久后的幻觉中 小妖的亲生父亲赤城出现了 一张十分英俊的脸 向柳知道了 小妖的身世 黎绒老人要向柳 别再纠缠小妖 两人立场不同 没有希望 不如放了她 向柳让她放心 心酸地说出 她心里的人 不是我 小妖离开哥哥回五神山 没有归期 阿念准备回五神山了 陈荣山要有心的女主人了 并且不会欢迎她 小妖也决定 跟阿念一起回去 本以为能和哥哥永远在一起 哥哥的家就是她的家 看来不是 枪玄当了西岩王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小妖想见枪玄都不知道 去哪个嫔妃的宫中找她 小妖和阿念慈行 枪玄急了 将小妖拉到一边问 什么时候回来 小妖这次真不知道什么回来 这里已经不是她的家 于是回答还没决定 枪玄从一个月行嘛 两个月后回来嘛 一直追问到了十三个月 小妖都不好意思再说不行了 回了一句 我不知道 枪玄一口咬定 那就十三个月 时间一到 就派人去接她回来 如果小妖不回来 枪玄就亲自去五神山接她 小妖走了 枪玄的心空了 小妖回到五神山 实在是太无聊了 于是找了各小渔村 米巴南庄 重操就业开启了医馆 不知和清水镇的回春堂很像 小妖很怀念在清水镇的日子 向柳一曲奥为由 来见小妖 没想到向柳会弹琴 她弹唱了小妖的父亲赤诚 写给她母亲的歌 只是小妖不知道 原著中 没有这段剧情 编剧是给向柳加戏了 虽然向柳弹琴的姿势有点出息 不过这段更能体现 向柳对小妖兼于考 葬于心的深情 枪玄每日一封信 封面上都写着十三 提醒她十三个月的约定 小妖却不在意 一封也没回 也不准备回去 还是现在这样自在 时间飞逝 转眼间 小妖已经回号零十三个月了 枪玄准时派人来接小妖 小妖不回 一副天高皇帝远 看你能拿我怎么办的样子 没想到 枪玄身为异国之君 不顾自身安全进入他国地界 竟然亲自来接小妖了 枪玄不慌不忙 小妖要当王级 她就当西阎王 小妖要回到市井开医馆 她就准备在对面开个酒铺 反正小妖在哪儿 她在哪儿 枪玄耍起无赖来 小妖也要甘拜下风 为了哥哥的安危 一行人匆匆上路返回陈荣山 枪玄把小妖安排在小月顶 和外爷一起住 这里也种了凤凰树 搭了秋千架 终极预告 极致念练 今日放出了长相思二的终极预告 震撼又虐心 预告中 放出小妖阿念和新月大婚时的造型 其他画面就非常虐心了 涂山景被哥哥涂山猴虐杀 满身世上漂浮在水面上 小妖深受打击 面容憔悴 头发凌乱 风龙抱着战死沙场的同袍同哭 枪玄向小妖承认是自己杀了涂山景 小妖撕心裂肺的质问 为什么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枪玄失魂落魄地坐在凤凰林的秋千架上 小妖吃着脚踏着满地的凤凰花瓣而来 她要为涂山景报仇 枪玄明知小妖要杀她 还是和小妖一起担定地吃下妖毒的食物 没想到小妖竟是杀了自己 枪玄抱着吐血江王的小妖崩溃痛哭 向柳站到最后 吐血江王 每一个画面都带着无尽的哀伤 被狠狠地念叨了 长相思二很值得期待